我们后面 其实就是在把什么 把那个栏位名称 里面哪些呢 你会发现 会变动的大概就是 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pivet field 栏位名称叫性别 然后这个pivet field 这个也有个性别 所以如果未来我要产生什么年龄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跟这个 的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换成什么呢 换成那个栏位名称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我就是 跑一个回圈 那个回圈就是第1个 他先帮我抓 那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哪一栏呢 刚好就抓这个 性别 就是第2栏的第1列 第3栏的第1列 第4栏的第1列 如果说我今天 可以动态的去抓到这些 并且把这些资料 未给那个 刚刚的那两个地方 他就变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自动化 你可能就是要 一边跑 然后一边去抓栏位名称 然后把他 丢到那个里面去 他城市怎么写 这个似乎会 稍微难一点点 那这个答案其实也在 讲义的43页 所以请各位第1个 先把刚刚一个可以的话 后面的话呢 两个三个应该都可以 我要改哪些地方 我们待会再来看 大概其实就改 会增加一个回圈 For回圈 然后会去抓 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并且把名称变动一下 所以123 然后再来就是 4 5 大概6个吧 就是大概6 大概6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第1个先把那个 性别的那个百分比的 枢纽先做出来 待会我们是希望 可以把全部的都带出来 入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希望你确定一下执行 所以我这边 只 把刚刚的那个执行的结果删掉 我们再执行 一次看看 执行上面的 RUN一下 这边出现了 那目前呢 他只会出现一个 但是如果我今天经常信的 假如说我有 有其他的栏位 那栏的话从第2栏到欧栏的话 好像是 应该是 15的样子我记得 12 13 14 15 OK 所以总共有14个栏位 那14个栏位 假如说每个问卷我都希望统计出他的百分比 百分比 那所以其实 这边呢 会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1个的话你可能要先RUN一下 RUN出来了OK了 那性别没问题可以RUN 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这边有哪些地方 可能 需要变动的 其实我刚刚试了一下 发现其实就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 就是那个 只要是什么PIVATE PIVATE就是 那个枢纽分析的 FILD 其实就是蓝 意思就是那个枢纽分析里面那个蓝 然后面瓜胡他有个名称 叫做 性别 有没有 PIVATE FILD 性别 所以其实 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 动态的 去 变更那个名称的话 他只要跑一次 那我就让他变更 就是 换下一个 下一个可能是年龄 那就把年龄这两个字塞进 就是找出来 并且塞到这边 那他就会帮我产生 年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刚好可以符合 哪些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你可以 看到刚好 这个先把它删掉 刚好呢 就是 是在那个 我们每一个蓝的 第1列的位置 那也就是他的位置 刚好是 B1 C1 EaseLay推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写个回圈 自动抓 上面的名称 并且 塞到那里面去的话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 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所以这边可能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 你也许将来要重复做 重复做的话你可能就要学会 一个回圈的叙述 那回圈叙述也没有那么复杂 基本上我们就只要在 我们的城市里面 加一点东西 那首先我的习惯是 一 先把 这一段程式 Sub到EndSub把它复制一下 二的话呢把它贴到底下 为什么因为 我如果直接 改的话 他原来就不见了 再来把他的Sub名称 换一个叫 枢纽自动化 我们就参考那个 43页这边 自动化 那就把名称改一下 OK那基本上我要达到 枢纽自动化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 请你在那个Sub这边按Enter 按个两下 往上一下 然后 我的喜欢 再按个Tab 下一 然后呢在 这个枢纽自动化下方呢 你先写一个 Fall回圈 特别说 Fall回圈的话基本上一定是Fall开头 那给他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是 你要抓第几栏 那第几栏的话 追 用追来当那个变数名称 一般习惯用追啦 你如果用别的名称倒也可以 只是习惯上 栏我都用 那个追 然后第几栏呢 跟他讲说 我的栏数是从那个 第2栏 一直到第15栏 不过我觉得练习不用那么多啦 从第2栏 空一格 到第几栏呢 第6栏好了 不用那么多 因为 跑太多有时候 太花时间了 那我们 基本上知道 可以跑了 那后面只要把这个数字改成15 他就可以从头跑到尾 Enter两下打个NAS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抓什么 抓那个的名称 其实在 43页这边也有了 如果你要抓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 的 那个名称 抓到哪里去呢 基本上我抓到 一个变数 叫FD 等于什么呢 哪一个工作表 跟他讲一下 Shit 刮胡 跟他讲说 第1个 输入1就好了 当然这里的话 你可以 不输入1的话 你就输入 双引号 问卷调查 OK 然后呢 要抓 抓 抓哪一个工作表呢 特别之后面的话 一段后面 跟他讲 电 那两种写法你可以用储存格物件 Sales 刮胡 Sales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后面的话 需要带两个资料给他 哪一列 第1列 哪一蓝 追蓝 或刮胡 这样意思就是说 我 这个跑第1次的时候 追等于2 那意思就是2 第2蓝 的第1列 那表示是性别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NAS就下一个 J的话就变3 那变成说 第3蓝的第1列 那就年龄 第4蓝的第1列交易层 A16类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 我上面的栏位名称 那再来Enter之后的话 你就把底下这一段程式 把它什么 翻到那个 回圈里面 所以从那个哪里呢 EnterSub上面这一行 一直到刚刚这个上面这边 把它移动 拖拉过来 放开 再把这一 这个 我是建议按个Tab 下一阶 也就是说把刚刚这一段 搬到它中间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先抓到 那个性别 那我就把这个性别 塞到哪里呢 我刚刚讲两个地方 这个 所以把这边怎么样 改成FD Pive is Filled 这个改FD 这样就OK了 它第一次会抓性别 第二次的话呢 会抓年龄 一次类推 这边也改FD 好 改完了 这样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可能比较难的就是 你必须要把这个 破回圈先打出来 然后呢 并且把刚刚这一段 搬到 那个FD 等于那个 序词这个下面 然后并且修改 这边的那个 这个变数 就是 那个 Pive is 的那个变数 OK 这边变数把它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那个 枢纽自动化 的修改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改完之后 看一下 不过这个当然很容易 这个 修改过程当中 你只要有一个细节做错 后面应该就 就会有问题 那我在那个 43页这边都有 所以你也至少反正照着Key 尽量就是说 那个 这个这个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最后的话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这边的话 把它 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后面 它就自动跑出来了 那么工作表11 工作表11的话是性别 12的话是年龄 13的话是那个学历 14 好像是什么 职业吧 15的话 就是收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奇怪 这工作表怎么变 1112 这名称好像怪怪的 虽然说它已经自动化了 可是问题名称没有变更 假如说你那个名称要变更的话 最后呢 你可以再加一行 加在那个 哪个地方呢 加在这个 新增工作表 add的这个下方 这个是 帮我新增到最后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改名称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 讲义43页里面也有 其实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add的下面 再多一行 多什么 跟他讲说 我最后的这个工作表 的名称 shits .com 的名称 就点什么 点name 你跟他讲 他的名称 叫做什么呢 就叫fd 这样就ok了 就补这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我新增的 而且重新命名 命名的名称呢 就刚好来自这个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一直在推 那最后一样 把它执行一下 跑一下 ok 你会发现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他就分别 帮我只要产生一个 就重新命名 然后并且把资料带过来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 稍微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 第39页的这个部分 改成43页 那么